後來我們大概一分鐘之間就可以把雞全部 剛剛進去 現在可以記分鐘 現在還記得什麼 而且非常簡單 因為用那些關節跟 那個固定劑 然後 對我們可以從一隻雞還有毛 到沒有毛吃之間 徒手是可以把它扯 對 然後我們有一些固定的劑環 像勾乾劑 哈哈哈 很怪怪 真的 真的 真的是這樣 真的 有自己算過自己傷的劑環嗎 至少五十隻以上 一身毛 活的到 送他走 然後把他的毛去掉 然後後來我們大概一分鐘之間就可以把雞全部 剛剛進 現在可以幾分鐘 現在還記得什麼 很怪啊 而且非常簡單 因為用那些關節跟 那個固定劑 然後 對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從一隻雞還有毛 到沒有毛吃之間 徒手是可以把它 好普通喔 多不少喔 馬來基 馬來基 馬來基的拔皮法 對馬來基 馬來基的拔皮法 對馬來基 所以台灣基可能不一樣 台灣基可能沙把 馬來基不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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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但就直接皮 我們就可以連毛一起穿 所以要先放血嗎 嗯 放血 感覺想要聽細節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會直接從肛門 伸進去 我們直接把內臟一次就把它挖掉 在挖之前 它裡面還有其他的內臟會凝在裡面 對 然後我們有一些固定的計劑 要扣乾淨 哈哈哈哈 怪怪的 真的 真的 真的是這樣 真的 他們就一直 那移工一直在開玩笑 他說你一定要這樣子 你要懂這樣 因為有一個角度 我必須要把他們的器官扣出來 扣出來 對 那那個是可以使用 那個就是雞針的部分 所以現在馬上去菜市場 是非常熟練的狀態 看他雞就可以停下來 但是 我們拍完 有一段時間不敢吃雞肉 我再兩個 兩個月沒有吃雞肉 所以看到雞是會想要吐的那一種 那時候 嗯 所以有點沒太想再使用 但有自己看過自己的殺人 自己的殺人 就有很多嗎 至少有幾次以上 對 因為有時候 不只要學殺雞啊 因為導演要拍 要我展器 嗯 其實他們展器又有很多 很多方法 分大塊小塊 種種 所以你要分八塊的 六塊的 大塊的 然後你要 對 就會有很多種 因為配合著 你跟買回去的人的料理方式 嗯 讓你無止 對 好吃 好吃 謝謝 你的 你是 那麼 你可以 你說 Your